最后来关心天气状况 15号星期一开始 封面位在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 星期二星期三封面远离 水气减少气温会回升 不过花冬地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 到了星期四又有封面接近 预计在星期五星期六又会下雨了 这个星期民众出门还是要记得带雨具 上周末的母亲节 花冬周六降雨到了周日趋缓 不过人受到封面影响 15日周一花冬仍有局部阵雨 周二周三封面远离 水气减少气温回升 大概会是这周花冬降雨 较为趋缓的时间 15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封面是挂在巴士海峡 然后在这边是有一个低压的一个行程 所以15、16、17 整个受到一个环境风场的影响 然后又受到低压的水气比较多 所以在花园这个地方水气比较多 然后18号又有另外一波封面会来 然后18、19、20 又受到另外一波的封面影响 不过封面看起来是比较远 然后封面结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下的雨不会太大 就像现在这几个礼拜 这样就是可能早晚有一些雨 然后比较零星比较短暂的一个情形 在15号、16号、17号这几天 大概温度大概都在挂在26、27度的一个情形 然后早上的清晨的低温 大概会慢慢的往上升 然后我们刚才说过18号 它的风向吹的可能比较偏东风 但是晚上又会有一波封面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8号的天气 大概是这一周天气里面温度最高 然后温度最好的 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温度还是会比较下降一点点 然后19、20、21 大概受到另外一波封面的影响 然后这一波封面 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 所以高温大概还在28度的一个情形 那低温大概也是蛮舒适的 就22、23度的情形 周四起另一波封面接近 天气又将转为不稳定 水气增多 预计影响到周五、周六 都会有明显雨势 一直要到周日降雨才会趋缓 提醒民众这周出门 雨居必备 赤石增添把外套 记得长包验华临时报导